哈囉大家好,我是膽豬虎 今天是The Smoker Room 某的曲線第18集 哇,這個系列 來到了第18集 沒有錯啦,其實我在編輯的時候 編輯到後面看劇情 我其實對Holy有點小小的改觀 好像他沒有那麼的那個爛 但是他發出去照片還是不對的 總之我差不多想講這樣子 那好吧,我們就進入今天的主題吧 那我們在看完潛情貼藥之後 就來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Let's go 啊,好處電腦的時候才要來啊 回到齊頭下後 萊克的樹長了三倍 我不認識的女人開更多了 媒體也跟Holy一樣年輕 可遇到這城市的年齡分布一道也不奇怪 我毫不意外他們大多都是Grange的朋友和熟人 而不是Holy的 但我沒想到會看到 她 下午好啊,Bence夫人 今天下午確實好啊,Dora 人來來的也好 真高興決定出席了 每日Bence家的女家長 Echo怎麼能有今天呢 你說是吧,Grange 我當然有興趣出席這場活動了 她雙手抱胸 這兒沒有酒吧 沒必要 這是家庭活動 當然,我們在家上有很多特製的五酒精飲品呢 今天是全女神炸好了,好東西完蛋了 Cindia努力想改變話題 還真的有點用 噢,新娘來了 噢,Soren總 Soren總 Soren總夫人 你還是一如既往的美麗動人呢 今天一直管奉承自己就好姑娘 你可是主角呢 那就說我太謙虛了 Soren總夫人 世人太高看謙虛的平德了 她小聲笑了一下轉向她媽 但是Grange眼中只有夫人 說得好 噢,新郎也在 Gin獨自坐在一邊 轉動手中可裝的可疑暗色液體的玻璃杯 旁人到桌前 她調整了好大衣內側的口袋 Dora笑了一下 恐怕是出於不少緣由 Range也要嘛沒看出來 要嘛就是失落無毒 看來她給女兒帶來不少刺激呢 親愛的先生 你就一個人孤單地坐在那張椅子上嗎 這張中只是給她朋友和父母的 那怎麼控制呢 我還正想問呢 認為你問得好啊,Gin 有一次因為我以為她竟被她 語氣毫不帶症的說出這種話 只要到內心了才會細思幾口 這是我第一次爭取覺得她 跟她弟有相像的地方 但Gin只是鬆鬆肩 我朋友恐怕水口不服 他們昨天狀態就不佳了 真遺憾 至於我父母吧 他們並不是缺取或遲到的人 有人都應該在的 或許是火車的問題吧 最近還挺常有的 我沒聽見她提起過這種事情 但她的語氣是認真的 好吧,你點體開始還有30分鐘 太多人已經花大把時間才來的 沒可能延後 要是他們因為美感傷而爆感 大可自己出現重辦異常 沒有仇 肯定沒問題的 還是別這麼肯定比較好吧 我要是錯過女兒的結婚典禮 怕是要瘋了 你父母要是錯過女人生中 最重要的一天 也不會開心吧 Gin給她一個非常勉強的微笑 喝得起來 我看出來她這麼多事 在避免自己開口說話 比起會擔心會發生的事情 還是先心懷希望就好了 火車沒趕上也怪不了任何人啊 她是真心誠意說出這種話的 還是他們認為 他們沒來是她從中做可 我真是一點都看不出來 我們昨天晚上就知道她 叫她朋友別來的 不過家人和朋友都缺席就可以了 好啦 我該去排練致詞了 我也是 他們走往相反方向 獨留一行人這麼待在空座旁 我來給你們上滿飲料吧 Gin 你原諒我今天沒有辦法配女生的聲音 Gin往我這邊突然停下 有一生就以為她要想我搭話 但有人從我身後探頭 我給你帶來了 帶來什麼 她掌心上下朝靜聖書 秀出一枚銀幣 謝謝但我不需要 好 老狐一眉頭抬起眼光閃了一下 確定嗎小伙子 很確定 她合上她的帳 我現在沒這個閒情 她迅速離去 而特許祖母點點頭 微微笑了一下 這樣啊 到我這裡就熱了 對於家庭傳統 被正面打破人來說 她倒是挺淡定 真好奇為什麼 教堂風管琴開始演奏 其而下的人都站了起來 讓我目的地往教堂急 卻造成了堵塞 Sam 你當不該幫忙待位嗎 為什麼 你打半個就像接待人員啊 不然先生確實說過我是 接待人員就是要幫忙待位啊 沒人跟我說過啊 你難道沒參加過婚禮嗎 魔特許一臉焦急的推開門 走過右盼才找到了我 他小心穿過人群來到我們這邊 終於找到你了 Sam Ref已經控制東門了 但我不幫他的話會很不妙 怎麼幫啊 沒人告訴我該怎麼做啊 一次放五個人入場 讓他們救出就行了 沒那麼難嘛 不不不 他說得對 我本來應該幫他做好準備的 尾剛的人在哪 這個 呃 哪裡哪沒來 喔 他平時就很安心輕容 我根本沒注意到他人不在 他在哪裡啊 呃 沒人知道 就這還有臉跟GIN提他家人啊 至少他還有家人身在外地這個理由呢 現在該怎麼辦啊 藥堂的音樂又變了 也只能去接待客人了 這對 我們要去遇到 你一個很好的 直播 身處下底下一杯黑暗狀 除了我們平常的標記以外 沒什麼線手可以尋 已經兩天了 這樣的話 遊戲場的食物夠上我吃一個月了 但如果Melissa还活着 我是死也不能让她多乐一天 换视角了 这是Blade视角 OK 怎么敢相信她今天为Renry这么做 下次俩的处境相反 那女的根本就不可能为她这样 有时候真觉得自己该搞好这张嘴 早知道就不敢 多次拿她的成绩说嘴的 然而千金呆满 他妈的早知道 我是有点办法 就挡我上天 多求上天保佑吧 Melissa没亲眼见过追她的男人 但有听到她的声音 对我来说是陌生的声音 这点在某方面的原因 也算有点帮助 我前方通道里有个男人 在几道光芒中若远若现 他变而不是人类 因为他冲着我笑 嘴跟南瓜灯笼一大大裂 脸都不成比例了 他也盯着我 但没有眼珠 只有皮肤包紧的两颗窟窿 就像在骨上风干的瘦皮一样 但我禁止朝他走 他就消失在尘埃中 这一体疏忽自己很嘲讽的 是因为我正在寻找鬼怪中的鬼怪吧 但其实我在找一个胆小鬼 一个年用男女的生命 换取更多时间来糟蹋的男人 只要有必要 我也能变得恶劣 但随着我的寻力 有时我听见远方传言真人的声音 昨天基本上都是带着 十字稿的矿工 彼此吆喝的声音 今天倒是已经有初期 好像没人在矿坑工作 不太妙啊 要是爸发现我这么早离开 他可能知道我的去向 派出调查队了 那这样好我就要错失Melissa的 我踏入自身自己膝盖的水中 应该就是这了 好像他找到Mary的地方 但没看到有尸体的迹象 还是说本来在 现在却不在了 是我想的不对吗 无所谓 我还是会去找 那灵体又出现在光中了 他稍微改变了外貌 眼睛对于脸来说太小了 对我摇摆着长长的黑爪 拍摆在岩石上 只希望灵灯很有实体 这样我就能摇摇看 尝尝味道如何了 我又开始饿了 由于我又接近了一道光芒 他再次消失 Melissa! 走动静大喊 听见隧道中发出了回音 无人回应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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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边都没字了 哎呦 应该是说没有中用的人回应 我发生叫来的识波 Melissa! 不要这样子很可怕 Melissa! 我喊了更大声 小声点 不然他会回来的 一场斯雅的声音回应了我 声音来自 两面非常临近的垂直眼闭间 不管是不是斯雅 这声音我都认得 我音乐也不浪费 滑进眼的快钟 有到向上大气坡 顶部有光源 哎呦 Melissa 吓死我了 黑暗之灯 我看见她的声音全收在岩石旁 她又脏又捧乱 看起来老蕾十岁 但还活着 Blade! 是我 是你吗 你是真的人吗 是啊 天哪 真的是你 我笑着摇晃她 当然是我了 不然还能是谁 我今天她第一件事情就是警报住她 我就知道你会死在这条蠢通道里面 快 我们离开吧 我拉起她的手 但她不走 你还等什么 Blade 我不行的 我不想出去 没有问题的 他们杀了Mary 她直接说了出来 不带停顿 没有结巴 Melissa Borky 陈述事实就像她抱着天气的说法 有人说外头可能会令人沉闷 有人说连看都不看 但可能说会有云 但他们不会出于轮夺 又不想被发现的皇上面下功夫 有人即使听见龙卷风声也不想面对 直接躲了起来 既不确认也不愿去递交 但如果外头是 会说下雨的人就是Melissa 她知道事情发生就是发生了 就算明天可能会放晴 当下依旧需要一把伞 是有人杀了 但是要是被我们碰上 会想杀手人就是我了 Blade 有个怪物在啊 伤害不了你的 你怎么知道 你还没死不是吗 她个头太大了 你怎么会受物理空间限制呢 我不知道是有什么规则 他们应该只能伤害死者 你怎么知道 因为他们能伤害我的机会那么多 她抱起手臂蹲下 我现在才想到 你自己都吃了什么 你到这里待了 四天 五天 我走好运了 走好运 走好运 走好运是什么意 小女孩 声音是从公园方向台的 小女孩你还在下面吗 什么人 等等 还有另一个人吗 你怎么知道她在这了 Blade 别说了 她就是给我带食物的人 可她没通报其他人啊 这位年轻的小姐 我已经见过所能帮助你的朋友了 连我自己做上的食物都带了给她了 先等一下 公园像认得这个声音 你不是Jet Hedris吗 空洞了所有人 呃 靠北啊 怎么认识山羊啊 根本许屯先生也共同所有人 没错 那就太好了 她先来帮帮Blade莎吧 她很虚弱 她时候翻找文件 古怪的声音传来 工人们过去 行动不在 人手不足呢 什么 你知道罢工这个概念吗 年轻的女士 知道 但这又怎样 Blade莎现在就需要帮助 我就一直跟你说 是她在帮我的Blade 还好Burkey是个文明人 Blade小姐 我姓Washton 我是个叫Washton的员工 对啊 她是我爸 这样啊 就知道 你们几位女孩在我空洞里乱跑 她不会高兴的 没关系 她能来找我们呢 就是说 有余工缺的那些活动 我爸又没在罢工 我们家很缺钱的 你能去找人帮忙了吗 我许同小姐 我的意思是 要是有两位非常虚弱的小女孩 找我的空洞里救了出去 媒体可要到做稳章了 罢工的人更会得逞禁止 Henry先生 这 关我什么事 我们还是想离开啊 这样啊 这样吧 上面的空间好像够我跟Melissa爬出去了 不想闹到大的话 只要你们给我调查升座 我们就能自己爬出去 风险还是太大了 那 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这样吧 工会闹的事情再几天就会消贫了 你会对老师呆着怎么样 Henry先生 我大胆一口信大家听见 首先 几天表示至少两天 你得去听起来恐怕不止吧 再来 我跟Melissa爬一天都不会再多呆了 只要你把我们带出来 我们还能把点什么美人几句给你 告诉大家你是多么帅气的英雄之类的 给你树立一个好形象 在家里如何 我们等待着他回答 期间只有洞穴上的水滴声奏响 听起来 挺不错的吧 我的老天啊 呃 怎么了 我的老天啊 上面发生什么事啊 抱歉了女孩们 光口的暗 光口光变暗了一部分 搞什么 Henry先生 这是为了你们好 我保证 Henry先生 求你了 整个洞口没光了 Melissa放声尖叫 给我们了身子就好了 你这个死混蛋 被他关上了 我知道 只能往回走了 不能回去啊 当然可以了 我们都来这东西击败一次了 我们不会有事的好吗 他点了头 但看出他百姓不相信 知道他愿意听我的 这就够了 我们能出去了 我们会没事的 到底是什么吓跑了他 骂得死单小鬼 原来我先前没听见声响就是因为在罢工 当我们在穿梭日到时听见了别人的声音 Melissa躲在那边 我突然被抓一下 有人在附近的地道里 我们不要靠近其他人啊 任何人都可能对我们下手 尤其是那个可怕的男人 他没压电一挡 我们也认得那男人的声音啊 我欣欣你听他的声音 好像在惊慌 声音也低沉 比Melissa听见那个声音低沉很多了 那他在说什么 Problasis 我听听过这个语言 是中欧一代的 我好像听过这个词 你会说 不会 但我怕有个朋友是克拉人 意思好像是纵活 这到底应该不至于会烧起来吧 如果是真的就那太糟了 有个个头很大的男人穿过光芒向我们跑来 好像是只熊 毒袋是欢 欸 尼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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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鸡下来 什么 小女孩 你们不该来这里的 这里很危险 快跑啊 接到这种大群人比我想象中的还累 又回来Sammy有事就只熬了 我擦了擦眉头 环顾四中所有人都就位了 出席的所有人 大家都见到礼拜堂后 或许你的音乐才正式演奏起来 Grinch是最先行出行的 站到牧师旁 他吵群众淡淡一笑 他妈妈也走过走道 坐在前排椅子上 达林俩依旧明显缺行 借你紧接着现身走向Grinch 雖然比起走 用前行描述更为合适 Date先生是Holy Halfred 收着他的手臂一同窗过走廊 他可外光彩动人 尤其是身旁的父亲座位陪衬 动人聚焦在牧师身上 他吸了口气 嘟出分叉的舌头 好一段子没有动作 有什么问题吗 神父 蛇貌似有话要说 但不能复脸产生开口 有人闻到烟味吗 Dora在起身指向窗外 是Hedrit在地 透过冲突是 那栋建筑冒着浓厚的黑烟 直升天顶 亚团大门碰的一下打开了 是Nels跟Ruby 满身大汗船的大气 啊 啊 某道局先结束 不能太近 DoraDoraDora 回到 好啦由于原本结尾 我已经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了 所以我现在又是重新录一次的状态 呃所以说故事现在就是 Bleed跟Melissa 逃出去的时候遇到Nik 而Nik在 遇到他们之前讲了一句 纵火的一个语言 然后 Hendris他惊吓的原因是因为 方子起火了 然后 举行婚礼的Sam他们也看到了在地起火 都要是 Gin的那两个朋友进来 然后故事就断在这边了 嗯 希望下次更新的时候可以 有更多精彩的故事可以看 然后先跟大家讲抱歉 因为我这次用的是不同的手机录的 所以 声音可能会有一点不太好听 先跟大家说一下对不起 对 差不多这样子 好啦那 今天的门斗局先就到这边结束了 礼拜四的影片可能就是 维要连线的30号版本剧情啦 所以大家就敬请期待吧 好啦那 应该要讲的差不多就先到这边结束好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按订阅以及喜欢 也要记得叫你所有你喜欢看VM的朋友 一起来看喔 那各位观众 我是蛋猪虎 那我们就在下一部影片中再见吧 各位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